真的,學生很多問題就不會再發生了 為什麼?因為回去自己看就好了 像之前如果沒有錄影,學生每次來問的都是之前我講過的 而且還每一週都問好幾次 所以我就要像錄音機一樣一直repeat 第一個我覺得好煩喔,我幹嘛一直講一樣的東西 後來我發現,我把它錄下來之後 這件事情就不會再發生了 我問你回去是不是沒有看啊 他就馬上就走了 再來他就回去要認真 再來學生的學習成效 我發現有蠻好的一個顯著的明顯的幫助 所以我的講義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會利用Google的雲端硬碟 這邊也是利用Google的雲端硬碟所做到的 因為Google雲端硬碟本身也可以把資料放上去 也可以分享給學生 也就是剛剛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其實就我剛剛給各位那個網址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知道一下 你就直接在這邊輸入那個GG -GG有沒有 後面斜線加一個Excel 然後加一個2 2啦 斜音嘛 To VBA Excel to VBA 這個網址還蠻好記得 Enter 就會到了我的雲端有沒有 裡面的話就是雲端的 包含我的範例檔 雲端畫面實際上 就是我上課的講義 比如說這邊有分類嘛 這麼多類 那第一類就是這個 那比如說他們要上課要找什麼 找相關的參考 比如說像我前面有講一個什麼 台北市治安好不好 看住宅切到案件就知道 那我會跟他們講 這邊有提供連結 然後甚至的話怎麼做 然後呢想要知道哪些事情 到底哪一區的切到案件最多 這個是台北市的資料 開放資料 其實今天也可以練習看看 如果大家有休息 大家後面有時間的話 試著做做看 OK 我們也許基本上不見得 一定要寫非常多程式 也不見得一定要寫程式 但是如果你想知道一些訊息的話 可以其實可以用很簡單的方法 就可以完成 那最後可以知道什麼 哪一區的切到案件最多 並且把這個資料做視覺化的輸出 OK 那這個部分其實 基本上不用寫程式就可以完成了 然後哪一個區 但是哪一條路上面 哪一條路 像中山北路 有沒有 切到案件最多 那為什麼中山北路切到案件最多 難不成你要 像他提供的資料 什麼 提供的資料就是這個 地址 但問題地址裡面是有 錄的這個訊息 可是他沒有獨立出來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抽離 獨立出一個欄位 才有辦法分析 可是要怎麼完成這件事情 有沒有 答案都在這上面 OK 如果興趣的老師 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那反正我就是會先跟他們預告 我們要做什麼 想想看 OK 那大部分同學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有些同學是知道 但不見得方法跟我一樣 沒關係 如果你有做出來 但是你方法沒有我好 沒關係你可以學我的 但是如果你方法比我更好 歡迎你來告訴我 我能樂於接受 像有些同學真的很聰明 告訴我一個另外一個方向 對 順便我也可以再把我的 這個上課內容 再加入他 他一些新的東西進來 OK大概類似像這樣 那再來的話呢 其他還有就是說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修課人數部分 我再統計一下 像台詞大 因為 好像理學院的學生來選的最多 所以第一個 最多的應該是理學院的 第二個的話是教育學院 第三個文學院 然後科系的話最多是 化學系 英文系 跟基電系 好像都比較 偏那個像 工科的學生 然後呢 當然我底下有畫個 其實上面的數字 你可以做個圖表 那你可以看到 台詞大比較偏重在 理學院 教育學院 跟文學院 那前三名的科系最多的是 化學系 不過後來我問了化學系 化學系好像是因為 他們系裡面很需要 做統計分析的工具 但是系上開的課卻非常少 因為比較偏重在化學相關的理論知識 比較不偏重在電腦這方面的應用 所以他們反而會比較需要來學這些東西 英文系也是一樣 英文系其實也很需要 因為畢竟 將來你有語言方便的能力 但是如果你沒有 這什麼 資訊相關的素養 你到業界的話 還是遇到問題 你可以溝通 但問題 有些是專有名詞 有一些是 比較是屬於知識性的 這些相關知識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我覺得外文很重要 因為要溝通嘛 但是如果說 你又能夠知道其他領域的東西 那自然來 你會比較容易跨進去 OK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 基電也是一樣 另外還有志工系的學院來修 那志工系 我想說 志工系又怎麼來修這個東西 我發現他們跟我講說 他們系上都沒有教這麼 他們一般認為說這個太簡單了 但實際上是真的那麼簡單嗎 其實到尾是 因為有時候不是說 這個簡不簡單的問題 是好不好用 OK 所以大概有這些 那另外的話 我剛剛跟各位講 那個選客人數55個 是台詞大 然後 動物的話比較多 遠距喔 遠距是什麼呢 就是我上個錄影 放在網路上 他們一樣在聽台詞大那邊上個一樣的東西 然後也是教一樣的作業 我一樣打一樣的分數 OK 裡面的話有95個 其中的話呢 因為可能東武比較偏商學院多的 所以他有58位是商學院的學生 外語的話有12位 然後理學院 那裡面的話呢 選客的系所 系裡面呢 最多是那個 系管系 再來是會計系 經濟 其實都是 那個商學院的學生 OK 那為什麼商學院的學生 這麼多人來選 我才發現 其實有個趨勢 你要用程式來解決 OK 所以 並能說以前商學院的學生 或者商學院老師 可能本來呢 不具備有程式設計相關的能力 但是遇到現在的整個 時代的變化 非得一定要怎麼學這些東西 OK 那裡面的話 大概就是佔比 商學院最多 其次的話就是哪個系 像系管等等的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上課的話 我剛剛有提過 我就是給他們這個題目 就是剛剛提到的 住宅竊道點位資訊 那這個部分的資訊 這個是 等於是台北市政府的開放 這是台北市政府的官方網站 也就是如果你要搜尋的話 你就找那個什麼 台北市 空一個開放資料 裡面的話就有這東西了 那其實現在應該慢慢推那個 所謂的開放政府 開放政府的話 就是需要 你們去 這個所有資訊 只要不牽涉到個人隱私的問題 的資料 盡量的公開 因為公開的好處 事實上而然比較沒有太多爭議 大家就會亂想 那你這東西 背後也沒有一些 不為人知的一些事情發生 那我們 如果要做完剛剛講的事情 包含哪一區的切欄鍵最高 然後呢 哪一個 甚至有哪個時間 切欄鍵 那哪一區的哪個時間 發生的切欄鍵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 把這些資料呢 變成報表 然後可以用視覺化的方式呈現的話 那該怎麼做 待會會講 我們也許 待會可以提供一個範例給大家 也許你們可以試著 我自己的上課的那個 整個ROM的方式 提供 讓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那另外的話呢 我還運用什麼 像我剛用的Google的雲端硬碟 然後另外也用Google的YouTube 另外我也用什麼呢 Google本身有提供一個網路論壇 這個網路論壇 就是因為每次上完課之後 我要怎麼把影片 主動的發音沒有到學生的信箱裡面 我用這個東西 那我只要上完課 我把影片放在YouTube上面 建立一個播放清單之後 就把那個清單的內容貼到論壇裡面 那這個學生就會收到了 但我有跟他們講說 這個論壇喔 你如果程度比較差的同學 你優必要加入 但是如果你程度不好 不加也沒關係 不過後來發現幾乎90%以上的學生都加了 後來發現他們好像也慢慢有一些 學生有點跟不上 OK 那這個東西的話 我是把它放哪裡 其實如果大家想參考的話 也可以看一下 在那個 我的剛剛的這個 這個 GG.GG的 以色歐圖VBA的那個連結 這邊就有個教學論壇 那我這邊的話就提供他們 比如說這邊有個連結 他們點進去 當然 因為我